来看看黑白影片里 费文利那些比你还时尚的精致衣橱 1939年 26岁的费文利凭借轰动影坛的《乱世佳人》 而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殊荣 从此开启了短暂又辉煌的好莱坞闯生涯 主演了好几部可以载入影史的黑白电影 比如与《乱世佳人》卡萨布兰卡并称为 影史三大凄美爱情影片的《混沌蓝桥》 比如被英国首相丘吉尔都称赞好看的汉密尔顿夫人 但在成就这些经典影片和经典角色之前 还未成为好莱坞巨星的费文利 主演了很多部小成本的英国电影 这些影片即使使用的是分辨率超低的黑白画质 但无一例外都展现了费文利惊为天人的美貌 而与费文利的美貌相匹敌的 是他那些柔美又雅致的副传达 其中1937年上映的《黑暗旅程》 最具备视觉的观赏性 虽然这部影片的年代背景 设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但服装的款式却是30年代女装的风格 费文利在这部影片里饰演了一名以做服装生意为名 而穿梭于巴黎和斯德哥尔摩之间的双重间谍 为了体配角色的身份 费文利出镜的服装都是30年代最时尚的女装 并且创意感与悦目感并存 比如这条衣领和袖口都做了拼色设计的连衣裙 就非常具备观赏性 尤其是那个别了蝴蝶结的衣领 它并没有采用很复杂的设计 但呈现出来的着装视觉 既创意又别致 与裙子配套出镜的帽子和毛领披风 提升了整体着装的精致感 让费文利看起来很有上流女性的高贵气质 而这条短袖款式的连衣裙 它的外形很具备30年代女装戏长且苗条的阔性 20年代末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走上社会的女性不得不重新回到家庭 女装又一次回归了传统且优雅的着装审美 除了裙摆再度拉长 展现女性柔美身姿和典雅体态的服装 以及优化身材比例的设计变得更为流行 并且还崇尚起了肩膀底臀部宽的个性审美 所以费文利这条裙子 不但设计了超高的腰线 比拉长腿的比例 还配置了一对稍显浮夸的泡泡袖 那个造型类似于伊丽莎白圈的伊丽 更加拉长了肩膀的横宽比例 配置了泡泡袖的 还包括这条拼色设计的连衣裙 因为设计了一个精致的小原理 费文利展现出来的着装效果很复古又很可爱 尤其是加了一柄小原貌以后 这种精致的可爱感又添了几分 你在她的身上完全看不到傲娇斯嘉丽的影子 而这条坠满条纹的连衣裙 着装效果却是另外一种风格 剪裁非常修身的裙子 在一枚水钻别针的点缀下 简约却不乏吸睛亮点 表面露焦虑的费文利展现出了成熟且典雅的着装气质 在飞暗旅程里 费文利还亮相了两套特别精致的小套装 一套在胸前听接了豹纹皮草 因为这个设计 整套服装瞬间变得摩登无比 与小套装配套的别致礼貌 也拥有非常创意的设计 那一根斜叉的薄点羽毛 像一道神来之笔 让充满野性的豹纹服装也变得典雅起来 另一套小套装也装点了后世的皮草 服装的视觉亮点不多 但头上那个别了水钻蝴蝶结的发饰 却是无比的吸睛 让费文利典雅的着装 不失去精致感 同一年上映的茶杯里的风暴 饰演市长千金的费文利 展现了与黑暗旅程里完全不同的着装风格 同样是小套装 茶杯里的风暴就显得朴素很多 像这套格纹图案的小套装 无论是款式的设计 还是装饰元素的点缀 都没有黑暗旅程那么个性张扬 着装风格很体配角色 是市长千金的身份 还有这套小翻领设计的修身小套装 除了那些箱在剪裁边缘的小花边 它就没有其他装饰元素了 但服装呈现出来的视觉质感 依然彰显了金工制作的品质 小套装的设计风格 偏俏丽那一挂 不似黑暗旅程那般成熟 影片里费文利穿到的连衣裙 也不似黑暗旅程那般名艳 它这条设计了蝴蝶结衣领的连衣裙 虽然用到的装饰元素有点多 但呈现出来的着装效果 依然没有黑暗旅程那么华丽 整体的款式 很能展现30年代女装的特点 在1938年上映的《伦敦的人行道》里 半座大明星的费文利 也展现了非常养眼的穿搭 它最好看的一套戏服 是这条无比挑逸的连衣裙 它因面料特别轻盈的质地 而赋予着装者特别柔美的体态 裙子的剪裁 还特别能拉长费文利的身形 过肘的手套和花朵帽子 让这条飘逸的连衣裙 更有视觉的观赏度 用到轻薄面料的 还有这条V0款式的连衣裙 没有一丝装饰的裙子 因为面料的精细褶皱而变得颇具看点 费文利鲜薄的身材 才能让这条褶皱裙 展现出完美的曲线轮廓 在伦敦的人行道里 费文利也展现了几套复古的小套装 成为大明星以后 费文利出镜的小套装 有骨子精致的摩登感 除了剪裁 很能偷显着装者的玲珑身形 服装点缀的装饰 也像是精心配置的 而成为大明星以前 费文利出镜的戏服 就显得朴素随意很多 贝雷帽搭配的小西装和格纹裙子 在条纹领带的衬托下 很有少女的俏丽感 演员表现出来的着装气质 丝毫感觉不到 大明星该有的端装 费文利对这个角色的成长变化 把握得十分到位 看了黑白影片里 费文利30年代末的复古穿搭 你觉得现在的你 会比80多年前的费文利更时尚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